6号女生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李倩默 我祖籍贵州 出生在湖南 成长在湖南和广东两省之间 现在定居在上海 我18岁以后离开家独自生活 到现在已经有16个年头 由于家庭原因 我可能在感情方面会有一些 不是很正确的理解和 然后父母在生前都没有见过我谈恋爱 也没见过我交男朋友 所以我独生到现在也五年了 所以我希望如果我在另外一个世界见到他们 我想告诉他们 不管我最后有没有谈恋爱 有没有结婚 但是我曾经非常努力 起码我很努力地来到了《非诚勿扰》这个舞台 我希望在这里能够找到属于我的缘分 谢谢 我刚才说由于家庭原因 对于感情有一些可能不太正确的观念 这句话应该作何解释 我对蓝星以前可能是比较粗暴的 就是会用一些言语的方式来刺伤对方 这样吧 听得出来是一个有一些经历的一个女孩 很多事来到这个舞台 我们有的是时间 慢慢聊 好吗 欢迎你 好 谢谢 6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会继续从事餐饮行业的工作吗 是的 基本上我现在比较喜欢这份工作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呢很好能够磨练自己 另外一方面我对跟员工的这种相处以后 实际上我们更像家人 好 谢谢 我要问一下你来到这个舞台到现在 你有过喜欢的男人吗 我的印象当中怎么完全没有印象 你对哪个男人有兴趣 乐嘉老师 刚才你问那个5号嘉宾的问题 我其实你问他 他知道什么样的适合他吗 其实我想问你 你给我什么建议 什么样的适合我 我没有建议 我现在的问题是问你 我来这么 你自己应该知道啊 对不对 你也不是一个小女孩了 你是一个已经高龄34的一个少妇了 对不对 看上去如此风韵有存 并且你是一个内在很有想法的人 你应该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你怎么看出我内在很有想法呀 我发言又不多 对了 你就得了吧 好吗 你就是刚刚上来了 这么跟你说吧 你跟我是同一类人 所以呢 长了一张娃娃脸 永远都是用我的朋友说的是天山童 好 谢谢 反正下一条 在你坚持向心动女生表白之前 我有一些话我要问一下谦默 就是你来到现在 我在前两天才突然之间得知一个消息 让我还是比较震惊的 我以前只知道就是你原来比较辛苦 要去把那个比你大的哥哥 其实你是照顾他的角色 我前两天才知道 想当年当初你有一个想当当的武林当中的称号 而这个称号你居然从来之前没有提过 因为好像有人跟我说 他原来在国内最著名的一个 网站 文学的网站 在天涯的这个论坛上面 他的写作的功力极其高超 有一批拥顿的 那当时这个吴宇和王婷婷说他们两个是女作家写很多东西的时候 依你的专业功力和背景 应该可能还会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什么这段历史 你一直从来没有提起 我也没有刻意回避 也没人问起 而且过了太久了 我一跟那个王婷婷这么年轻 我比他们大这么多 何须提以前那些事情 好汉不提当年有 我还特别欣赏你这种 我还挺欣赏你这个态度的 谢谢 李谦默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好像在之前 你曾经是有提到过 你的父亲因为特别喜欢喝酒 其实酒醉的时候 其实也会从小对 那个男嘉宾说 他从小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到12 3岁的时候 才知道父母之间是不吵离婚的 因为我有记忆以来 他们都在闹离婚 就很大以后才知道 其实别人的家 别人的父母是 没有离婚这个话题的 我父亲也是会有暴力之类的 但还好 6号 你气场很强大吗 我很好奇 他怎么看到我 在舞台上有气场的 我没有在这里 我觉得有 我前段时间才刚刚突然知道 李谦默过去有一个身份 我以前一直不知道 很厉害的身份 他据说是唯一一个 在天涯 新浪 搜狐 西茨 四大社区当中做过版主的人 很了不得 我想对你说 我说试镜 试镜 我看6号的主题 你都是性格比较活跃的 然后是掌控性比较强的 你从哪里看出来他掌控性下 包括他刚才跟你的交流 和跟孟非老师的交流 他跟我的交流 你觉得他刚才在试图掌控我吗 不敢 他试图 但他没有 但是他有这个性格 我的理解是 他试图在表现 他并非试图在掌控我 大多数的人 光看外部的表现 把这个人试图表现 和试图掌控会混为一谈 因为他刚刚到这个场 这个现场 我觉得你在掌控我 清楚吗 我举一个例子 千莫 我跟他的观点有分歧的时候 他不会本能性地反驳 当他发现我比较坚持 我的观点的时候 他马上就会把他的画风 给转过去 转到另外一个话题 但是你不会 当你跟我的观点 不一样的时候 你已经两次试图来反驳我 我是试图表达我想说的 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 对作主持人这种经验 他还是喜欢掌控这种场合 你有听懂我跟他对话的意思吗 大致说 他说我要掌控 你说我要表现 其实我又想掌控 又想表现 因为这个 你总觉得很好 你总觉得很好 因为在这种三亿观众看 表现一下就表现一下 我不喜欢宅 但是万一女孩子喜欢宅呢 女孩子喜欢宅 嗯 这很好 如果她喜欢烹饪那最好 我给她买一堆菜 让她再研研研究菜谱 就是在家里 也有很多在家里的乐趣 对 6号有话要说吗 确实是没有想到 如果我是25岁 24岁 我决定会选她 也会跟她走 主要是年龄上的差距 不只是年龄上 我24 25岁 我会对战男孩子 会有很多的 包括她的才艺各方面 我都会心动 也会复制行动去 去支持这种行动 但这个年龄的阶段 整体部分 还有一些 她也需要一点点 人生的规划这一部分 来 黄老师 既然这个人这么喜欢 我相信你有很多话要说 对 我就非常为她吸引 我说不清是一种 她身上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你当然容易被她吸引 因为你的年龄 可以当她的妈 对不对 当然 因为你跟她不肯定 有情感的关系 你当然可以这么说了 对 你不会有心理压力 对 你觉得谦默刚才那番话 说得对吗 年龄 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吧 我觉得谦默刚才那番话 说得非常准确 如果我是李谦默 我肯定不会选择她 这小伙子的确很有才华 会唱歌的人很多 能作词作曲的人并不多 但是这小伙子 在选女人上是选错了 但其实 因为她不应该选你签默 其实吧 我觉得 而且那个片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她做的 签默她的评价是可 挺好的 签默她的评价是可爱的话 证明她对人完全眼睛瞎掉了 签默的核心特质 一定不是可爱是放在第一位的 其实我觉得 可不可以有这样一种可能 这孩子其实应该有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但是真的是需要有人去帮助她 签默独自走这个路还是很不容易 对 而且是六年 你觉得你了解她吗 不算很了解 但是我打算以后慢慢了解 这个答案是好事还是坏事 你会讨好吗 不算特别讨好的话 但是我觉得是我现在的一个很人认态度 我想你汇报一下 不管你怎么样 你刚才那句话肯定是 瞎猫碰死耗子无打无双 肯定撞着了 如果你刚才说你特别特别了解她 你看过她的几千篇的微博 和她曾经十年以前写的所有的文章 那你今天一定会死得很惨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签默本人相对来讲 比较乐意接受的方式 从理论上来讲 应该是既不不了解她 也不太了解她 给她足够的空间 我今天让她对你娓娓道来 我认为这是她更加喜欢 和男性交往的方式 了解不了解 对吧 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重要 就像两个人要离婚的时候 不了解也是理由 太了解也是理由 对吧 对吧 往前走两步最后一段时间 证据一下 确实我跟您的 你可以走得在前面点说吧 不好意思啊 好好好可以了 不要再走了 嗯 是这样子 我对您的财劳 确实不是很了解 但说实话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就是两个人 都不太知道 对方是什么样子 能有一个比较 就像一张白纸似的 然后两人能一块儿 在场画画 一块儿写字 希望有这一个机会吧 哎呀 这番话说得太好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道为什么这番话好吗 你还记得不记得 李签默最痛恨什么 你还记得前面有什么 有几个人来 有一个台湾的一个男孩儿 把谦默给了解的底朝天 18代祖宗全部都挖出来 每一件事情 都讲得如数家珍 当时谦默听了以后 痛哭流涕 他说他最痛恨别人 把他所有的一切 都了解得这么清楚 他希望只是了解一点点 逐渐地开始 所以当时他讲的话 你的这个分析很有道理 但是以我的判断 各种概率都会有 你不了解我是拒绝的理由 你太了解我了 也是拒绝的理由 你对我了解的 不深不浅的 这是我最不喜欢的 也是拒绝的理由 但我觉得签默今天心情 好像还不错 好 来 6号 我 我觉得我想给自己个机会 你可以过来签我呀 你可以过来签我呀 啊 我不是说的 很美好 好美好 我很快乐 你会了解我 你会了解我 也会了解我 你会了解我 非常紧张 我最后当着节目组 两分钟时间 像三位老师说谢谢 谢谢 谢谢什么 特别要谢谢的是乐嘉老师 为何而谢 我在这边学到了太多太多 我有很多的性格缺陷 从出来这个舞台不敢说话 都后面尽量地努力地表达自己 都是这个舞台给到的我 我不想担干太多时间 最后我想对24个女孩子 你们手上有一个暴登的权力 我相信勇敢和坚持类型的女孩 你们会获得幸福 谢谢 我觉得女嘉宾的对生活 和对社会影响今天看法 我觉得她非常支持 支持一个爱情孩子们的情分 那么我刚才男嘉宾商量过 就是她也比较尊重 我的意见就是怕坚持起来 去好 那个我有一个重大发现 就是我发现天梦 还有那个男嘉宾 他们两个的牙齿都特别白 而且他们两个穿的衣服 又特别适合去结婚今天 然后我刚才就冥想了一下 他俩先一块携手 去拍个牙膏广告 你还冥想 都说了你那叫幻想 对 先幻想他俩携手 去拍个牙膏广告 再一块去走进福音音的天堂 先躺 再生个宝宝 好 我本来正想说两句 比较高级的话 但是我觉得 比这张好唱片也挺好的 祝福他们